好,我們來看一下目前港部發展的一些現況 還有它可能會面臨到一些問題 好,那現在整個港部經營的重點不再是以一個單點為一個發展的對象 以前的這個運輸之間的運居整合沒有那麼的這個頻繁 或是說整合度沒這麼高 所以個別運居就個別發展、個別運居的形態 現在不是喔,現在是你的整個運居之間的整合 還有就是說你不同的港口之間的這種交易的頻繁 讓這個物品的交換變成是每個地方會有它自己專長的這種生產的這種體系 那在經由這種國際上的交換去獲得我要的物資跟出口我要去販售的產品 所以港口就扮演一個什麼角色? 扮演一個在目前這種物品交換上面有所謂物流鏈 或是叫做物流價值鏈的角色 這物品的流動不是只有在單純的生產 就是說這個目的地用這種成品的方式去做運送 港口可以去負擔或是說可以去扮演某一些部分的這種原來製造上面的功能 讓這種功能讓你的貨物的這種形態 可以在更貼近市場的地方去做滿足 所以這個在所謂的物流鏈裡面 這個港口角色也越來越重要原因在這個地方 除了單純的這種作業方面的這種提供 所以我們說過以前的港口賺的是什麼錢?辛苦錢啊 你的東西來到這邊來去做轉運 那我趕快就提供一個很好的這種轉運的效率 比如說以貨物來講的話 作業機具這種效率化 可是你發現做的再怎麼好 它大概就賺的就是貨物轉過來這個錢 就好像是你這個運具上車下車這樣收一個門票的錢 可是這個門票錢其實對於大部分的這種港口設施的這種支撐 它的這種效率支撐來講是很低的 那我最好可以做到什麼事情?你來這邊停久一點 我一樣可以很好做的效率 但是你來這邊可以做什麼?加工啊 或是說你可以利用這邊的這種製造能量去做一個新的產品出來 然後再往另外一個目的地去做運送 所以原來的作業的需求沒有改變 但是在中間你增加了一個什麼? 價值方面的需求啦 所以這樣的概念讓港口的這種功能 跟它能夠去提供的服務的這種被要求的部分的項目也變很多了 所以港口現在現代化港口不再只是單純的作業效率的提升 這個當然還是要有 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是你有沒有能夠提供附加的這種加值功能的這種整合 好所以它的這種角色就會流一下這種轉變 這邊有流六點 第一個是提供不同的這個民間實體這種服務的這種角色 那再來是營運規劃活動的角色 還有就是未來營運跟投資資本之間的規劃者的角色 還有就是航行服務跟設施之間的營運者 以及貨物處理的儲存者 還有輔助服務的提供者 所以它的這種本身扮演的角色連結 不再只是單純的來講貨物快速流動而已 它還要去跟後面的經濟活動做連結 以台灣來講好了 台灣現在的港口大概扮演的角色 還有另外一塊就是能夠把我們的製造能量 跟這個國外台灣產品的這種移動上面 所需要的這種樣貌需求去做個整合 因為台灣的製造也算蠻厲害的 所以這些東西這些原物料這些半成品 從這個出發國就是它的這種出口國到目的地之前 它有些製造的部分其實可以在台灣去做加工製造的 所以讓港口業務增加 讓我們的這種內部的這些相關的製造業的這種功能能夠提升 然後它的定量也可以增加 讓整個台灣的經濟活動可以起來 因為台灣畢竟不是不太需要 是台灣的這種市場的威脅量不夠 不是那麼大 規模不是那麼大 所以它必須要去靠外面的這些市場的需求 所以這些貨物處理完之後 它不應該進到台灣的市場裡面來 它應該賣到其他的需求的這種國家或市場裡面去 好那港口如果可以在這邊扮演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角色的話 是不是它就不用去走傳統進出口方式 它可以在港區裡面完成這個貨物的最後樣貌的這種決定 讓它流通出去 把這個效率給做出來 所以它的角色在這邊做一個有一個很大根本性的轉變 好那再來是它的服務的範疇的部分分成兩大塊 一塊就是核心的服務 跟它原本港口應該要有功能的這個部分的這種陳述 包含什麼呢 你的航路服務的部分 包含你的這個航道的保護 飲水 拖船 船舶交通 火災防護 船舶用品等 這種所謂的航路基本的這種服務性質 那再來是路側的碼頭的服務 包含你的寄留服務就是綁船 然後再來就是貨櫃裝卸 斬杂或裝卸 乾絲或的這種分裝 貨部的拆柄 還有包裝存 但貨物的拆裝包含存 這除了作業性質的部分 它指的是說 如果你的港務公司自己有在營運碼頭的話 你會提供這些服務 那以往以前是指單純的就是 設施給你到人給你 那你要需要什麼我幫你去做 但現在都不是 現在就是你的租用者自己會去帶 相關的這種設備來 然後人員你也自己去做互用 那所以港務公司未來會不會也自己去 或用一批人去開這個所謂倉庫 去做相關的作業 有可能 但現在應該還在規劃這個部分 就說單純還是租刃給其他人去做 那合資方面可能會有 像這個在台北港 他可能有跟其他的公司去做合資 去開一些這種物流倉庫 這是有的 那他自己本身沒有去做營運這一個部分 沒有主要的營運隊 他還是請他的合作夥伴去營運 好那再來是維修服務 那整個港區的 不管是水稻上面的浸深 路設上面的部分 還有就是提供一些其他作業能量 比如他們提到什麼 船舶 維修 貨櫃與車價維修 這些東西 都 假設以台灣來講 其實並沒有提供的 是指說一般的港口 它可以提供這樣子的能量出來 但至於是誰做 可以是港務公司做 可以是租人業者自己做 都可以的 再來是不動產的這種管理服務 跟資訊的這種管理服務的提供 好那第二個是 就是附加價值的部分 跟這個碼頭營運 就是海測 或是水測 以及路測他所需要的服務能量 比較沒有直接相關性 但是也是有提供出來的 比如說他這邊講到的 這種附加服務的物流的部分 包含停車通關卡車保養 貨櫃保養 清潔通訊服務這些東西 以及附加這種設施 但是這個越來越重要 就是相關的物流服務 跟物流鏈整合 就是供應鏈所需要的 像講物品的加值活動 物品的這些 相關的這種功能開發 甚至他只是單純的 幫他去做分裝 這些所謂簡易加工 或是更深層的流通加工 深層加工 它都可以提供 那這塊部分 就可以讓原來 單純的核心服務裡面 作業的這種效益 再更加的提升上來 因為他是結合了 某些部分的生產能量 或是說他替代了 某些部分的生產能量 這件事情讓他在港區發生 那港區就會帶動更多 這種經濟需求上來 好然後第四個部分 是港區的發展階段 發展階段 目前應該是已經到第五代 但是因為正式的這種成型 還沒有一種具體的說法 那目前大家講的話 就是會分成這四大個這種時期 第一個是1960年代之前 因為那時候的這個貨櫃輪 還沒有非常的興盛 所以以傻貨為主 那它的這個開發車 就是海陸交通的這種連接地點 那我們看它最主要的核心價值是 勞動資本力的這種建制 那港鋪那時候還沒有行銷的概念 因為那時候光作業的這種能量 就已經處理不完了 好那第二代是 第二代港鋪在台灣來講 會就是60到80年代 那這時候台灣的農工業 正在蓬勃的發展起來 所以說它的這種活動的部分 的組織行程 就是跟這個使用者有密切的關係 然後生產的特性就是加工為主 所以那個時代很多什麼 這個加工出口區的連結 那重點是在資本上面的這個投入 以及開始強調這種所謂客戶服務這一塊 那行銷來講 因為大部分都還是公部門 而且那時候的出口非常非常暢旺 所以也不用太做行銷 大部分你就會有港區業務 可以去做了 好第一代是1980到2000年的這種年代 是屬於重商主義的年代 那這時候港鋪的這種共同體的 這種概念形成就是你港鋪的組織 開始越來越擴大 然後你會去思考說 我為了要不要去用更好的服務去 服務更多不同形態的客人進來 所以這時候的核心要說是 所謂的這種技術know-how的取得 以及開始去重視行銷這件事情了 那第四代港口是2000年之後的港口 就是面對全球的港口的這種競爭 尤其亞洲地區港口的興起 所以說很多的港口 開始去思考一件事情 要不要去做所謂智慧港口這種概念出來 這時候開始萌芽了 然後開始你的港口的這種功能類型 不是單純的作業性質而已 你還有很多功能性的 還有很多科技性的這種概念進來了 那目的就是要滿足你所租用 或是你服務的航商 或者是你相關的這些貨主 它在這個全球貨運上佈局上面的考量 所以說讓這個轉運能量 還有就是加值能量更加的加強上來 那現在的第五代港口就是 智慧化的港口跟永續性的港口 去滿足這個環保上面議題的需求 還有就是很多的新興科技去取代 這種既有的能力 還有就是增加這種作業能量的 這種設備的這種改善 還有就是你的整個環境上面的 改善的這種想法 是在這個新一代港口的這種思維上面 所以我們就說用第五代永續港 或是第五代的智慧港的這種行程 好 那在第五個部分 我們提到的重點是這個港戶發展的趨勢 它有幾個重點 需要直接去觀察一下的 第一個是它這個影響它改變的原因 第一個是你跟內陸設施 第一代的幾個小點 第一個是你跟內陸設施之間的這種連結 你的港口如果越大的話 那你可能台灣上面有鐵路 台灣以前有鐵路的這種港口連結 現在就只剩下公路 那但是這一塊在其他的 你就會想像在跟其他運輸系統之間的連結 的強度要夠強 像高雄港現在有在規劃 要做一條國道7號 但是這個還在規劃當中 會不會真的做不確定 那但是你知道它轉變什麼 因為用國道3號跟1號的能量 可能會造成後面交通 可能會有一個圍堵 或是這個造成原來的使用者 這個交通量不足 這個路線容量不足的問題 所以它現在要做一條國道7號 直接從這個新的港口這邊 就第7貨跟第6貨貨中心 這邊直接切出來 因為6、7貨貨中心 它其實離真正銜接 國道這邊還是有點距離 而且會造成這樣 如果都湧進來的話 會在那邊塞住 所以它就做到7號 直接接3號這樣子 那再來是貿易形態的改變 那這是不同的這種需求 因為台灣以前可能是進出口為主 現在都是以轉運為主 所以貿易形態改變了 還有就是對於這種物流活動的 這種想法也改變了 以前的這種單純作業為主 效力為主的這種想法 現在都變成加值性為主 我的貨物可以在這邊做一個快速的加值 快速的流動服務 這是我想要去呈現的港口樣貌 跟以往的想法會不太一樣 那再來是你的港口生命的長度 是不是可以繼續的維持下去 那如果不行的話 你的功能體現不出來 你的科技你的社會改善不出來的話 你很快就被淘汰掉 我們舉一個最大的例子 最明顯的例子 跟等下的這種議題有關係的 像你的碼頭長度 你的這種傳統的碼頭 在傳統碼頭大概340、350 頂多不到400啦 就300多 就是你的一個船席的長度了 好那現在大船大概都要接近400公斤 甚至前後加上進展成 前後加起來大概500左右 就是前面加50後面加50 那你的這種傳統碼頭 如果你沒有兩個船席以上的話 你基本上連靠大船的機會都沒有 所以這些基礎設施 你可能就要是與時俱進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改變 除非你很確定你的這個港口定位 就是要做什麼地區性的服務 像歐洲他們有一些禁洋行運 它的其實碼頭不用這麼大 它使用的這種船舶的業務性質 也都是服務進行運 那OK 可是如果你是這種跨洲型的 你要這種世界級的港口的話 那你勢必就要去滿足這種大船 博靠的相關的設施 而且不是只有設施 你看作業機器要改變 像你看你使用的這種橋式起重機 它的這種跨局 就要能夠滿足大船的 這種橫幅的作業需求 好那另外一個就是 船部大型化興起的原因 這個之前也一直陸續被提到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它這邊指的船部大型化 是指貨櫃輪的大型化 一般的這種散閘輪 尤其是這種郵輪型的 這種早就都很大型的 它這邊指的是 載運民生物資為主的這種貨櫃輪 那原因是因為什麼 貨主可以節省相關的物流費用 因為一艘大船的這種載貨量 如果滿載的話 它所均攤出來每一個貨物的平均成本 是會比較低的 好那再來是相關的這種法令修正通過 還有造船技術發達 可以讓這個相差不多10層 就可以造出一樣規模的這種 更大規模的船隻出來 然後再來就提到規模經濟的達成 就是你的這些使用的這種設備跟成本 其實不會增加太多 但是你的貨運的這種艙農空間 增加很多的時候 你的總體收入就會增加很多 好那再來是可以去結合其他的這種 運具的使用 這當然是以美國為主 美國會有入橋運輸 所以入橋運輸可以讓你的貨物 從這個不需要進到東岸的情況之下 在西岸卸貨之後 就直接拉到東岸或是內陸的這種港口的需求 好那第三點接續下來 他說這個傳播大型會波及到的 相關的原因是什麼 會影響到哪些因素 第一個是你的費用短時間會增加 那你的運能會增加 那再來是你的航行時間表會改變 好以往你可能是每一個這個 比如說去歐洲線 亞洲去歐洲線來講好了 好每一個禮拜都會有一艘中小型的船舶去做 中型的船舶去做 那現在因為大型的船舶 所以你會再把貨量集中的情況之下 減少什麼 減少你的這個船班的時間 不需要嘛 因為運能是一樣的 只是我在這個處理的時間點是集中了 所以你的這個船舶時間表會改變 那再來是你的港口停泊數也會改變 第一個是因為不是所有的船舶都 不是所有的港口都可以滿足大船停泊 那再來是這些大船會選定特定的檢驗 做大量的集貨這個動作 他會每個點都靠 浪費那個時間跟成本 好那每一個船舶的作業量當然是 中型量當然是增加了 那再來是會變成是什麼 港口之間的競爭 因為你想要去做這大型港 我也想要去做大型港 但到底大船舶會選誰呢 因為我們知道你的這個 把貨物集中 你不管在場地使用 或是作業消費使用上面的成本 一定會下降下來 那你如果每個人去做的話 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所以既有的港口的這種數量 一定會減少下來 然後就會很殘忍的現實 到底要選誰啊 選你還是選我 這是一個很衝突的點了 好那再來就是 第六個跟這個船運發 港口發展很重要的原因 在船舶航運的策略聯盟部分 其實策略聯盟跟這種 使用大型化的船舶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因為使用策略聯盟的時候 你想 原來我的A公司是用A港口 A碼頭 A公司它個別不同的碼頭地區 像我把它整併起來之後 我只要共用幾個碼頭地區 就可以完成我什麼 聯盟成員裡面的 這個貨物的裝潛行為了 所以多多會有影響 那航運它如果要去做策略聯盟 它的動力是什麼 第一當然是規模 經濟規模 剛剛講到的 它就是市場接觸面會更廣 然後再來是 減少實體的資產投資 碼頭數使用不用這麼多 我大家成員大家 BodyBody用共用一套就可以了 然後市場覆蓋率會增加 因為每個人之前開發市場能量 或是觸及的優勢 這個強項不同 但我現在大家都可以共用的意識 然後服務的頻率可以提高 行銷能力可以提高 成本有效控制 倉位可以互換 然後貨櫃的使用 甚至可以互相調整 當然這是指說 在平常業務上面 像現在就不太可能 現在是大家搶櫃搶的鑰匙 它不可能跟你分享 然後再是雲雲nohow的互想 這是在做策略聯盟的動機 以及它可能對港口 產生的一些衝擊跟影響 在這個地方 好 所以我們繼續來看 相關的港鋪企業組織變革的 一個轉變